南投县勒林学习示范中心 今日上午与南投县议会举办教育部 112年勒林学习中区辅导团 勒林学习中心主任专业学习社群计划 而由于议长和顺丰另有行程 由议会秘书长李孟真以及县议员王秋淑 请指导场参与 那我们的主任社群是中区的主任社群 就是涵盖的新竹市 还有新竹县苗栗县 台中市南投县五个县市的热领中心 总共有76个热领中心的主任 每人做一次的一个社群的交流跟分享 他最主要的目标跟意义 就是希望说我们透过主任社群的交流跟分享 能够增加每个热领中心的经理能力 造福更多的高龄者 服务更多的高龄者 现一会秘书长李孟真指出 南投县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而现今高龄男性不愿走出来学习 期许皆由此次的会议能够探讨出办法 规划更多细经的课程 让男性愿意走出来学习 超高龄社会 超高龄社会南投已经进入了 已经超过百分之21 尤其是男性 第一个他会先看你们在干嘛 我不要唱歌跳舞 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课程 是让这些高龄男性 他觉得他来有趣 有学习 因为我们跟社群光博剧的最大的需求是 我们着重这些学习 现愿王秋淑感谢热林学习中心的用心 让许多长者愿意走出家门来学习 不仅丰富他们的生活 也达到活到老学到老的目的 从我们在我们之下 扮理到热林中心的领头阳 刚才就要越来越好 所以大家这些长辈 以前是看电视看到要让电视看 现在有时 现在是因为课程很满很多 所以大家都进步了 所以人生能够多彩多姿 有一个丰富的人生 夫妻共学 他可以跟孙子一起共学 所以我感觉热林中心 伴侣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因为今天也要非常感想 说我们在座的处理 大家非常用心 在我们的长辈的疼声 长辈的教育 让他们的学习越来越好 南投县热林学习师范中心主任 连东祥也表示 除了感谢议长和顺丰 协议会秘书长李孟正 以及县议员王秋淑的 大力支持借用场地外 也期许借由这次的会议 能够照顾以及服务 更多的高龄长辈 记者邱平俊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